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先來擠一下前面的這個幾個作業的問題 然後我們來看上次的這一個問題 他問說角BCDEBCDE合起來是幾度 這個是12度的話這樣子 OK 那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 這個問題並不難 他有很多的解法 所以這個也很適合給學生推論 這個也很適合給學生推論 你可以怎麼做 比如說 這裡我取一個角1 這裡取一個角2 角B加角C就等於角1 角D加角1就等於角2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個是再三 這兩個沒有取名字嘛 你可以自己取 再三角形BC C譬如說X中 在三角形 D1Y中 然後在三角形AXY中 這個是他的外角 這個也是他的外角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使用這個結論 或者是你要用推論也可以 就是說 如果我有一個三角形 我同時有他的兩個外角 這是1 這是2 可以嗎 那因為1會等於圈加這個12度嘛 然後2會等於這個X加12度 所以1加2就會等於圈加12加X加12 所以它其實是這個 圈加12合起來是180 所以它其實是180度加那個12度 就是說你有這兩個外角的話 這兩個外角加起來就是180加這一個 但是不用背 但是你假如做久了 像我就還記得 就直接拿來用 可以 要不然的話就是推論一下 那因為這種問題也不只這個做法 你也可以怎麼做 比如說 那我們第二個方法 我剛剛這裡設完A 小A小B 那我們會發現在三角上面這個三角形裡面 小A加小B呢 其實是180-12度 等於168度 然後呢 這個對頂角小A就等於這個A 這個B就等於這個B 所以這個三角形 是 角B 角C 角A 這裡是角D 角E 角B 角 大寫B 加角C 加角D 加角E 加小A 加小B 等於兩個三角形 兩個內角合180X2 360 所以 這個就會等於 這個 這個就會等於 這兩 360減掉 這個是168嘛 360減168 192 這樣可以嗎 然後來看上一集的作業 來看一下左邊這個三角形 你在左邊這個三角形裡面 他問你 三角形ABC和ACD是否全等 ABC 有一個角70 有一個角50 還有一條AC邊 ADC 也有一個角70 又一個角50 也有一個AC邊 所以他們有沒有全等 有 這個是 是 要注意哦 50對50 所以這個A對的不是A 這個ABC和ADC的 ABC的A ABC的A ABC的A是70的 對的是這邊的C 然後ABC的C對的是 這邊的A 這樣 這個是 ASA 再來看這裡 這兩個三角形 他問的這個 EFG和 EGH有沒有全等 EFG有 左邊這個三角形 有一個70 有一個50 還有一條EG 右邊這個三角形有一個70 有一個50 也有一條EG 那他有沒有全等 那你看這個 EFG EFG的這個F是70 這個G是70 然後 這個 EFG的G是50 這邊的H是50 然後這邊是剩下那個角 都是E 所以這裡EFG對到的是 E E然後 這個70度的 然後這個50度的 這樣子 然後它是AAS 但是呢 這樣是錯的 那為什麼錯 因為呢 如果他說 如果你說它是AAS的全等的話 就是說你看喔 是不是 一個角 一個角和共用一邊 而這邊沒有被夾住 對不對 可是這樣子來說的話 我們剛腳是對的嘛 腳是有對到的喔 50的是 這個50的是G 這個50的是H 這個70的是F 這個70的是G 腳有對到 可是你看 我這邊對的是EG EG呢 它其實是70的對邊 可是我這邊70的對邊 其實應該是EH 所以你看這邊 EG 有沒有 是E3號 這兩個 這邊對到的是EH 而這邊的EG 這邊這個EG 是E2號 它其實對到的是這邊的EF 也就是所謂50的對邊 所以我們 之前在寫這個全等符號的時候 我都有的時候會示範就是說 我寫好了來檢查一下邊有沒有對到 你剛才如果有檢查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 邊沒有對到 因為這個AAS 它並不是說只要那一邊不夾在中間就可以 它那一邊不夾在中間 可是它到底是對在誰的旁邊 對不對 如果你把另外一個角60度算出來的話 然後這邊 這邊這個三角形 5070這個60 如果你把這個60算出來的話 這個EF其實是60和50夾的 可是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對不對 這個三角形裡面 60算出來 這個EF其實是60和70夾的 也就是說你以ASA的角度來說 這樣就不準 所以這就是要留意的這一點 這個是錯的 然後呢 上一次的作業 正三角形如果邊長A面積是多少呢 如果我有一個正三角形 邊長是A 邊長是A的話呢 那因為正三角形同時就是等腰三角形 所以我可以把它做底邊上的高 那這裡是2分子A 這裡是2分子A 這樣沒問題 那這裡它是正三角形 所以內角是60度 這裡是直角 這個是30 好 30、60、90的直角三角形 有沒有 1比多少比 這個是這個的兩倍吧 A是2分子A的兩倍 放大一點 有沒有 2分子A 這個是A嘛 A是2分子A的兩倍 好 30、60、90的三角形 這個是短邊 1比根號3比2 它剛好它兩倍 所以這個高呢 這個高就會是它的根號3倍 所以是2分子根號3A 那這樣它的面積是底層高除2 也就是A乘以2分子根號3A乘2分子1 那就是4分子根號3A平方 這個不用背 但是要會算 你只要有遇到有需要 你就一定要能夠現場這樣子 啪啪啪把它算出來 那我自己呢 我也都是用現場推的 那我假如正在教 正在教三角形的東西 算算算 一次兩次算了 我應該說我算第一次 我就會回想起來 我推倒這樣推倒完一次 我就回想起來 4分子根號3A平方 那麼也許在接下來幾個月 我就都不需要再推倒它 因為我就記得了 但是如果也許一年過後 我就又忘掉了 那就再推一次這樣 老師也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你學生做到這樣就好了 去把這些公式一定要全部一個 牢牢的牢牢的背起來 其實也是 不見得必要的 然後來我們這一集呢 要來介紹這個三角形的一些重要性質 那麼第一個就是非常簡單的 叫做 兩邊合大於等於第三邊 也就是說一個三角形ABC 那這個A加B一定會比C大 這樣子 那兩邊合 我寫這邊好了 這樣 兩邊合大於等於第三邊 那有關這個兩邊合大於等於第三邊呢 因為它是隨意的都可以嘛 換句話說我這邊也可以寫 我也可以寫這個 B加C大於等於A 然後那我寫下來之後 我再把B移向過去 我是就可以得到C會大於等於A減B 對不對 所以呢 其實這個兩邊合大於等於第三邊 它就有第二句話 叫做兩邊X小於等於第三邊 但是呢 這兩件事情你看就是 因為我所謂的兩邊合是不挑選過的兩邊合 沒有挑選過的 所以其實這兩句話是同樣的 那其實你是不需要被 兩條定理 它其實只有一條而已 但是就是告訴你說會有這樣的情形 兩邊X會小於等於第三邊 也許有的時候你用這個來列式會比較方便 也許 但是其實就算你用 只用一種方式來列式 多半也是可以討論 那接著又延伸第三個 我個人比較喜歡 就是 如果我已經捕捉到C比較大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直接說 這個 兩邊 另兩邊合 大於等於最大邊 那因為最大邊就一定比 它就已經比另外兩邊都大了 所以它也不可能再比另外兩邊的X還要小了 那為什麼我說我喜歡這樣子來想呢 因為我鎖定最大邊把它鎖起來才不會那兩邊一直在那裡不知道要用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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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這個4-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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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我們要驗證六遍 那驗證六遍 那你可以說我少 我算了我不要驗證那麼多遍 可不可以嗎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這個三角形這個 13 12 那這樣子 我說這個有沒有 它是不是一個三角形 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對啊 對不對 好13加10是2嘛 OK啊 那我驗證一個就好啦 那它就是了 可以這樣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所謂的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其實是說任意找兩邊合都會大於第三邊 那以剛才這個為例 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13加2也大於10 但是10加2就沒有大於13了 你就會發現它不是 這個圖是亂標的 圖是亂畫的 其實如果這個是13的話 10跟2會差一點點沒碰到 沒辦法圍成一個三角形 好 那所以說就是我們沒有辦法不把它全部檢查一遍 可是你真的把它全部檢查一遍 像我們剛剛這樣就是 4加5大於6 5加6大於4 4加6大於5 5減4大於5減4小於6 6減4小於5 6減5小於4 然後就是麻煩 所以怎麼樣 抓最大邊出來 你只要驗證另外兩個小的有比最大邊大就是了 這樣就可以只要驗證一個 懂嗎 這是提供一個小小的技巧 包括我們再思考下面這個問題 請大家想一想 周长是18 三边长都是整数的三角形 一共有几种 我也是提醒你们 我如果去捕捉 锁定住最大边的话 会减少很多要想的问题 来想一想它会怎么样 那么在大家思考的时候 我们来闲聊一下 我们之前介绍到说 为什么会有保证金这种东西 就是为了要避免风险 我们在之前也有介绍到 银行在借钱的时候 之后要抽利息 那也是因为会考量到风险 那在这里就讲到 我们有的时候在之前 几年前很流行双卡风暴 现金卡 和信用卡 那为什么现金卡跟信用卡 会引发问题呢 这就要谈到 就是说银行为什么要借钱给你 你说你需要钱 那你就去银行借 那银行为什么要借钱给你 我发现我问很多学生 他们都不知道 讲不出来 那有的学生比较好一点 他会跟你说 因为我付银行利息 对可以这样说 但是 你付银行比如说 3%到5% 5%的利息 那你跟银行借100块还他105 这样子有很了不起吗 那如果你不还呢 对银行来说很麻烦啊 所以其实呢 如果用到这个信用 用到信用的话 要去借 什么叫做信用呢 就是说我单纯是相信你 你跟我借 我就相信你会借 那用到信用的话这个风险很高 你搞不好不还的啊 对不对 那所以我通常会要更高的利息 可是如果你不是用信用来借款的 你是用什么呢 你是用单薄品来借款的话 我就可以用比较低的利息借给你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买房子要贷款 房贷 所谓房贷就是他以房子为单薄品 到时候你房贷不缴 那那个银行就把你的房子没收走 他就是用房子单薄品 车贷就是用车子当单薄品 那所以说车贷不一定是为了买车 我们现在看到房贷 就会觉得说买房所以要房贷 那好像说房贷是为了买房子而做的贷款 其实这个定义上不是这样子 是你拿房子抵押就是房贷 那你拿车子抵押就是车贷 所以车贷不一定是要买车 很有可能那台车已经是你的了 但是后来你需要钱 你就可以拿车子去贷款 那所以总而言之 那个还不出来 银行就把你的车子没收 把你的房子没收 看你用什么当抵押品 抵押品就单薄品 把单薄品没收 那银行在借你钱的时候 他会去抓 如果你的房子价值1000万 他可能只会借你借到800万而已 那就是双方薪资肚明 你如果不还吃亏的是你 等于说你800万不还 是1000万的东西被没收 那这样对银行来说 他就有保障 有保障之后 他给你的利息就可以压低 压低到比如说2%多 3%多不一定 那如果你是单纯用信用 对银行来说就很高风险 所以信用卡的利息就很高 通常有十几% 比如说15% 甚至之前有到20%或18%的这样子 那这就是信用卡 那即便是信用卡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 因为有一些人的风险时代是太大了 什么样的人可以办信用卡呢 通常是你有固定收入 那银行会让你用信用来去跟他借钱 因为他相信你每个月赚钱 可以来缓一点点 可是如果你没有固定收入 比如说计程测试机 他就是不知道今天在科会在多少 也没有人发薪水给他 让他去证明说我每个月固定会赚多少 那比如说艺人 他也不见得能够赚多少 比如说那个球员 高尔夫球的比赛的选手 他今天这一场打得好 就300万奖金入袋 他假如打不好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他也没有办法证明 他的固定收入会是多少的时候 变成说他只要拿不出单薄品 他就没有办法用一般的信用的方式去借钱 那这个时候他就要用更高的方式去借钱 就是比如说现金卡 那现金卡通常就会到 信用卡可能不会到15%不一定 现金卡就一定会到15%以上 甚至就是我说20% 那甚至你连这个方式都已经用完了 这个我们就会以债养债 就是说你用借现金卡 然后那个欠的钱到期了 你还不出来 就再去跟人家借来还这个现金卡 那就会借到那个地下钱庄 所以地下钱庄抽的这个利息都很高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们好像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就是说你 他比起信用 你是更没有信用的人 他还借你钱 而且你也不用给他单薄品 但是怎么样 你不还他追杀 那这个跟地下钱庄借钱利息就很高 那政府其实有规定年息不超过20% 超过20%的是重力罪 然后你假如打官司 政府会说你只要用20%去还就好了 可是你 所以说你跟地下钱庄借钱 他跟你算这个所谓三分利 是按周祭息或按月祭息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这个20%都是一年 你借我100块 明年还我120是现金卡 地下钱庄你跟我借100块 下个礼拜就要还我130 而且是怎么样呢 你今天跟我借100块 你说不 那算了我不要借了 100块还你 马上就要还我130 这都是地下钱庄他们的内部的规矩 就是你我钱一出手就是就开始算利息 就算一次了 那你跟地下钱庄借钱借一借 最后你还不出来 你可以打官司 跟法官说 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 我是不是只要还20% 法官会说对 你只要还20% 所以你跟地下钱庄打官司 你会打赢他 但是他会打赢你 他直接用拳头打赢你 所以就是没有必要的话 请不要冒这种风险 但是就跟大家解释说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有这个房贷车贷 为什么会有现金卡风暴 就是因为会有一些人 像我说计程车司机 他没有办法提供担保品 他的信用也不好 因为他没有固定收入 所以会导致他去 他去借比较高利息的 这个借款方式 那变成所谓以卡养卡 当他缴了这张卡 他就会再去借更高的额度 因为他有借有还 信用就会变好一点点 但是信用变好一点点 是让你借的额度变高 那导致他们到时候越欠钱就越多 那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那回来看这一题 回来看这一题 周长18 三个边长都是整数 那这样子的三角形有几种呢 那我刚刚讲到我们去抓最大边 那注意到这一点 周长18的三角形 最大边 第一 不会大于9 不会大于9 为什么 因为他超过 最大边不会大过周长一半 不会大过1分之1周长 写这样 不会大过1分之1周长 为什么 因为另外两边核要比最大边大 所以如果你最大边大超过1分之1周长 那另外两边要更大 那就爆掉了 如果我最大边是10 那另外两边就不可能再比他大 如果要比他大的话就爆到20几 所以最大边不会大于1分之1周长 或者说你可以说最大边一定小于等于1分之1周长 也可以 第二 最大边怎么样呢 不会小于1分之1周长 为什么 因为你1分之1周长 比如说以这个为例6 如果我的最大边比6还小 那另外两边就比12大 那他就不 那我另外两边不管怎么分 都一定会有一个比6大的 那这个就不叫最大边 懂我的意思吗 我再说一次 我这三边 如果我最大边这个只有6 不到 比如说我这个只有5 我最大边如果只有5 那另外两边合起来要有18减5是13 我这两边合起来要有13 你不可能两边同时都比5小 因为两边同时都比5小就合不到13 所以你最大边如果比1分之1周长还要小 你另外两边一定有一边会比他更大 那这样这个就不叫最大边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推论到这种情况 他应该会跟前面某种情况是重复的 然后这个其实就不是最大边是这个 我们实际上来推论看看 所以最大边的最高可能是6 或7 最大边 或7或8或9 这样 那前面会有怎么样的情形呢 如果是6的话只有一种是666 如果是7的话呢 那18减7 这个 另两边合 18减7是11 对不对 那11的话让他们两个去 让两个整数去分 所以是5跟6 那5跟6就不写6跟5了 因为是重复的 那其实还可以怎么样 4跟7 不要忘记 你可以有两边一样 那这边还是最大边没有错 都可以 那如果是8的话呢 练两边合是 10 那这样子的话呢 是5跟5 5跟5 我是从 都从平的地方开始 那你们也可以从 因为我要是最大边 你也可以这样子 我们换一个方式 就是说 因为我这边要是最大边 所以我另外两边 最大都不会大过7 所以我先假设有一边是7 另外一边是4 然后这边再逐渐变小 这个接下来这个边6 这个变5 再来这个再变小就是5了嘛 5 然后这个6 而且重复了就不行 所以这里也是一样 我最大边是8 我先假设有另外一边也是8 那88 16这个剩2 只要这两边合起来比他大就可以了 然后 8 这个就往下缩 87 这个就增加1 这个再减1 这个再加1 这个再减1 这个再加1 然后再过去 46就重复了 OK 然后 如果最大边是9 剩的是9 那所以呢 我不会有另外一边是9 因为这样就90 就没有第三边了 所以从8开始 81 最大边 这个 这一边 这个也不能是9 这个也不能是9 所以 稍微更正一下 最大边不能等于1 2周长 因为这样另外两边就是1 2周长 所以它不只是不能大于 也不能等于 所以我们这里稍微改一下 那我们写 B小于 所以这样总共有几种 1 2 3 4 5 6 7 7种 那我刚刚说到说最大边不会比6小 为什么呢 看我假如最大边比6小 那18-6 4 3嘛 那我拿13去分的时候 比如说我可能会分出这个 5 8 5 对不对 5 8 5 那这里就有5 5 8 或者我可能会分出这个 6 7 5 6 7 5 这里就5 6 7 那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不是最大边 然后你的这个过程都会从 在这边都有重复 因为就是以最大边是另外一边的情况 都已经讨论过 那么 这是我们这次的作业 那我们接上这里